姜濤的中學新聞報導 今晚會是最新第四首單曲暗脫的MV推出 昨晚姜濤在IG釋放了一些片段 以及這兩天做了一些訪問 大致上都是挑戰一下大家的底線 我都早點了很久 我自己都覺得很厲害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我過了兩個小時就會出這個MV 看看到時候什麼情況 我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話 怎樣都可以了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因為你們課金支持 就是擊退Haters最重要的方法 大家都聽到我 我都是有點驚訝的 老實說 我都跟了姜濤很多年 我開這條頻道 都是想著用我自己 叫做一技之長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姜濤的喜與憂 下雨嬤 下雨碑 但是近來對於我 高欣仔來說 都是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幾件事發生的 我想由姜濤開始出 《岩殘》開始 到今晚出《暗月》這首新歌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 對我自己本人都是有些衝擊 我的衝擊 如果在說《岩殘》那首歌 並不是因為他疼疼而對我衝擊 反而我自己本人 就覺得疼疼其實沒問題 但當然有很多姜濤是不能夠接受 我也明白的 我都盡量都說 都叫做大個兒子 不要緊 但是如果暗月來說 我自己本人就有一點點的驚訝 因為在昨晚 我們一會兒看MV就知道 但是在昨晚我看到姜濤釋放 她是用一個金魚的signature 就是一個金魚的形象 去代表暗月這首歌 我自己 我首先事先聲明 就是 都是我的輪調 就是我 這條片 就是我這條頻道出的 我都說了 姜濤做任何的決定 任何的創作 我都一定會支持的 就算世界沒有人支持 我都一定是最後一個 所以我的立場 就是 怎麼都會先支持姜濤 但是為什麼我要和大家姜濤 我要為大家姜濤打定一個防疫針 你明白嗎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 明不明白金魚這個形象是什麼 在她的MV 即在她的IG裡面 有很多人留言說金魚腦 我不知道大家對金魚腦的描述 究竟有多明白 其實金魚腦的意思就是 在很多年前 是形容一些 欺騙小女的色情 這個已經是 是比較 比較 講得 講得 好 好 即是 講得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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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怎麼覺得 總之很忍手地說 即是如果是以現今的詞匯來說 金魚腦其實真的戀同僻 明白嗎 即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嚴重 錯背的一個形象 即是 金魚腦 金魚腦 即是我說一個典故給大家聽 就是 即是以前 即是 即是 說有一些 即是色情人 因為是金魚腦 色情人 就很喜歡 去 去 去 叫做 侵犯一些 小妹妹的 而那些小妹妹 通常都是未成年 通常未成年 就是說你要有些東西去欺騙她 引誘她 通常在很久之前的那個年代 就拿一條金魚 拿一條金魚去欺騙小妹妹 叔叔帶你去看金魚 這樣 你看多漂亮 那條金魚 這樣欺騙小妹妹 去那些人衣貼小的後樓梯 也好 什麼地方也好 就盡是一些性侵犯 那樣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金魚腦 的定義 最初 這些不是我的定義 是你想回維基百科也好 或者香港的文化典故也好 那這些是很清楚的 這件事不是作出來的 這件事是一向在香港文化 一個根深體的一件事 那還有金魚腦 有另一個意思就是說 說的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性行為 只是一個性需要 我不知道姜濤是想用金魚 帶出一個性需要這樣的意味 還是說性行為不重要的 性需要才重要 這件事也是很難去估計的 就是MV未出之前 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金魚腦 金魚腦就是講上一個世紀 一些八九十年代 那些人去一些風月場所 然後叫做選武小姐 那些武小姐就排隊 這個也是香港文化典故 你們自己去找 那些人去選武小姐陪 就像看金魚腦一樣的意思 所以 所以 在香港的娛樂圈裡面 運用金魚去代表一些藝術的表達 是一向是一個很小心的一個標誌 那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雖然都說做了姜濤很多年 就是我在這個這麼多年裡面 但是我這次都是有點不明白 為什麼姜濤是要用金魚去代表 另外代表這件事 OK 我不明白 當然我不明白的地方還有很多 因為始終那個MV還沒出 就是我曾經有一刻 我就和我自己一些聽眾觀眾 在這裡交流的時候 就說 可能姜濤就知道的 可能姜濤是知道 有一個金魚腦 金魚腦 金魚腦 甚至金魚在背後代表的性的意味 或者一些性的演繹 就算她不知道她身邊也有人知道 花姐也知道 我相信 她知道 但是她可能故意在昨天釋放這片段 她以為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可能 這個解釋就是 可能姜濤是一個警察來的 可能去破一些色情場所 那些色情場所可能是一些 戀童癖也好 什麼都好的色情場所 特意拿一條金魚 特意破門移入 暗語的意思就是 一方面做正義的事 但是做正義的事 背後你需要一些暗黑的一面 去處理一些處理不到的方法 可能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即 即 我想每個觀眾和地藏太多 我都在兜著 所以我 我真的很難去 很難去理解究竟想怎樣 即你明白 即這個呢 我也想了很久 你明白嗎 我也想了很久 即究竟是 因為我看他和謝思嘉的訪問 其實說他說 他都一力吃燈 其實整個MV是他自己的想法 你明白嗎 即整個MV是他自己的想法 是他自己的創作 那我就怕了 我就怕了 我就怕一會 不知八點鐘 因為當出MV的時候 我看到些什麼 是吧 即 你說 我當然可以去 去 去 去用 即 都用很多方法去鬥 但是 即你說 始終我覺得 我也是 有一條底線 即 我是支持姜佗的 我一向一再強調 但是 如果你說 用金魚去 去 真是 如果帶起整首MV 對於那種性的意味 或者那種暗黑的意味 我覺得是 是 是 是需要大家 再去了解 還有 了解 始終 即是MV 來講 一會我才知道究竟是 是想怎樣演 即可能正如我剛剛所講 可能他本身是知道是什麼意思的 可能他整個MV 就是故意跟大家開個玩笑 就有一個錯誤的引導 可能最終MV 拍出來 都是一些很正面 還有 一個 對於那個 對於那個 暗黑 一面人性的體會 他自己本身是 即可能是這樣的意味 都不頂 都不頂 我不知道 真的一會兒看看 即要怎樣 你都聽到高登仔 都是有些 有些勉強 即對於這一種 這樣的演繹方式 所以一會兒我要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嗎 就是這樣 這樣 今天暫時就是這麼多 這樣 好了 今節的《姜濤中藝鳳》 報道就是這麼多 我也是有點激激的 那下一次我們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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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